娃娃TV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sa 大家今天看到我抱著我的包包 應該大概可以猜到我想要介紹什麼吧 對 我今天想要介紹我們的 書包裡面有什麼 What's in my school bag 之前有人問我說 我的書包裡面都裝什麼東西 我都帶什麼東西去上課啊 所以我就想說今天就來拍一個 我的書包裡面有什麼好了 現在差不多八點左右 我剛剛回到家不久 書包還沒有打開 現在就跟大家一起來看我的書包裡面 都有裝什麼東西好了 好 那我們從最外面這一層 開始開好了 從外面這一層開始開好了 外面這一層 這層有兩包蘇打餅乾 我就是 現在每天課比較滿 也不是比較滿啦 就是它比較分散 我就早上八點的課 差不多我要到七點 半左右才能下課 然後回到家差不多就八點左右 然後中間的時候會餓的時候就可以吃一下 所以我都會帶點蘇打餅乾 有衝擊嘛有時候 然後還有一個 衛生紙 好 這外面沒有東西了 好 那第二層有 還有這個 我的小袋袋小包包 這個裡面呢我都會裝一些 像這個是乾洗手 要吃東西的時候可以洗一下 或手髒的時候可以洗一下手 然後 護唇膏啊 我這護唇膏是 Body Shop的 然後 就一個綁頭髮的 那個熱的時候可以綁起來 然後還有OKEBON啊 還有這個叫Mans 是那個 薄荷糖 然後 還有什麼 這個 青草膏 如果被蚊蟲咬啊什麼 都可以擦 這個還蠻好用的 這我在台灣買的 然後 還有 我的錢包 錢包呢我就是 還滿有潔癖的 就是 我錢包裡面就都排列得很滿整齊的 就是 卡啊 錢啊 發票啊 什麼的 我都把它整理得滿整齊的 這是我錢包 然後 喔還有 這個 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這個是 電極棒 我每天都會隨身攜帶電極棒去學到上課 就是 這是電極棒 我為什麼會帶電極棒去學校呢 因為其實 Berkeley啊 它還滿危險的 就是 不是說Berkeley這個學校的危險 是Berkeley這個城市滿危險的啦 就是我們學校啊 它有一個 警報通知網 然後 它就是 我現在就幾乎每一天啊 都會收到一至兩封的那種 警報通知 就是告訴你說 學校附近啊 哪裡 有人被搶啊 或者是 哪裡有人被攻擊啊 有時候還會收到就是 哪裡有女生啊 被性侵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 就是 我會就滿害怕的 我住的這個地方 就是滿偏僻的 然後 晚上 回家的時候 喔我們家的橋下 住了一些流浪漢嘛 我每天回家都有點怕怕的 所以 回家的時候都會把它放在口袋 以防萬一嘛 如果 遇到危險 最好是不要啦 如果遇到危險的話 就是可以用一下 然後 我之前啊 上課 我之前上課的時候 有一位老師啊 就教我們說 就是晚上最好是不要自己一個人走啊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但是 如果是自己一個人的話 你就可以把你的鑰匙啊 就是放在你的手指頭中間啊 這樣子放著 這樣放在手指頭中間 然後 如果有遇到危險的話 至少這樣子 還可以攻擊一下來圖 不知道 有沒有用我就不知道啦 反正 老師是這麼教我們的 然後 好 這層也完了嘛 現在開這裡面這一層 OK 裡面這一層 這個 打開我的便當盒 嗯 一樣啊 我早上差不多七點出門啊 趕公車 然後 坐到學校差不多七點半 然後我開得上八點的課嘛 然後 我就早上就會自己做便當啊 因為中午 我其實也沒有時間出去買東西吃啊 所以我就會 就自己做便當 中午可以吃一下 像我今天早上 就自己捏了兩個飯糰 然後 然後 這個是 我的 水壺 只有這麼大一瓶 我每天都喝這麼大一瓶 所以我還蠻喜歡喝水的 然後 這是 鉗筆盒 鉗筆盒 就是 就是裡面 該有的都有啦 鉗筆啊 橡皮擦啊 什麼 就是一些 油性筆啊 都有 可是我幾乎每天就是只有用鉗筆跟橡皮擦而已啦 其實我不知道帶這麼多筆要幹嘛 反正就是只有用鉗筆跟橡皮擦而已 然後 對 這個是我的 長笛 我就是 會帶長笛去學校練琴嘛 就 就是下課 就是 空 課的空檔的時候 差不多一兩個小時的時候 我就會去琴房去練一下琴 所以 我就會帶長笛去嘛 然後 還有 對 接下來 這個 我的日文書 我這學期啊就有上日文課嘛 就每天都有 就是日文書還蠻厚蠻厚一本的 然後 每天都要帶這麼厚一本日文書去學校 這是 J1 就是 就是初級日文 就覺得還蠻簡單的 因為我本來就是 還蠻喜歡看日劇的嘛 所以 都看日劇學日文 所以 就這課還蠻簡單的我覺得啦 然後 這個是我的 日文binder 嗯 就是 我覺得 就真的還學的蠻簡單的 就是 我們一開始學啊 就是 學那個漢字啊 就是 我們小小一年級的時候 在寫那個什麼 1234567890啊 我是覺得 還蠻好玩的啦 蠻簡單的 就 漢字就都不用學嘛 然後 就基本上都拿蠻分的這種 然後 接下來 這個就是 都是我的 binder 嗯 folder啦 應該說folder 我之前是用那種 3 ring binder 就是像這種 就是這樣 3 ring binder嘛 它比較厚啊 然後我現在書包的東西 就比較多嘛 超大一個超重的 然後再放這個的話 我書包可能就塞不下 所以我就 把它都換成這種 這種folder 就是比較薄啦 就把紙肉放進去 這樣子 就 比較不會這麼重 其實也差不多啦 然後 對啊 這是我上的課 像這個就是 這是那個什麼 我最討厭的課 音樂歷史 就超級多字了 然後老師每次講一多 每次上歷史課的時候都快睡著了 然後 對 然後 對 這是鋼琴課 我有在上鋼琴課 對 然後對 這本是鋼琴書嘛 就配套的 我有在上鋼琴課 然後 對啊 下課的時候我出了練場地 有時候也是會練鋼琴 因為如果 有一些作業啊 就會去練鋼琴 然後 對 這個 這個 超多字的 這個是 那個 和聲學的課 嗯 就是 和聲學 我們就是在學一些quard啊 就是和聲 對 然後 我是覺得還蠻有意思的喔 我這些課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和聲學的課 我 超喜歡和聲學的課 就其實它有點像數學 可是我 蠻討厭數學的 可是我蠻喜歡上和聲學的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嗯 然後 這個是 我們的那個 叫 的課 就是訓練 音樂的 音樂家 就是訓練你音感啊 音準啊 拍子啊 節奏啊 節奏跟拍子應該是一樣的 然後 還有一些 叫什麼 呃 就是 彈一些quard啊什麼 反正就是 音樂家訓練班嘛 然後 對 這個 還蠻好玩的 最後是 我的電腦 我每天也都會帶電腦去學校 因為就是上課的時候可以記筆記啊 然後 就是下課的時候啊 空檔的時候 除了去練琴啊 也會去圖書館寫作業啊 因為就是 早上嘛 從八點到 下午 七點多嘛 就中間就出了練琴會寫功課 對啊 這裡面就是我的電腦 然後 充電器啊 地方沒電嘛 對 這是我的電腦 好 嗯 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是我的書包 它已經破破爛爛了 喔 這個下面還有個洞 這個下面還有個洞 都沒有發現 今天才發現 下面就有個洞 我把它操得太厲害 裝太多東西了 可能下學期要換一個書包了 要不然等一下我怕它斷掉 它壞掉破掉 就是完蛋了 好啊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它雖然裝 不是在裝在我的書包裡面 也裝不下 可是是我每天都會帶去學校上課的東西 我現在去拿給大家看一下喔 大家等我一下喔 OK 就是這個 這個呢 是 滑板車 我為什麼 我每天都會帶這個滑板車去學校上課 為什麼會帶滑板車勒 因為我今天就是 因為我每天早上呢 就一個八點的課 然後八點下課都是九點 然後緊接著九點呢 就又有一堂課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們學校它有一個東西叫Burkity Time的嘛 然後它就是 Burkity Time就是說 它雖然說是九點三課 可是老師一般都是在九點十五分開三課 然後 就是晚十五分鐘開三課 但是我前面一堂課老師很討厭 他每次都拖個五分鐘左右 然後我每次 然後我下一堂課的地方 他會要走慢 如果你慢慢走的話差不多走十分鐘左右 所以我每次下課呢 我就要開始用衝的衝到一個地方 我每次跑到一半就超會超會超喘的 所以不行了 我就去買了一個滑板車 就想說用滑的比較快 好 那 以上呢就是 我的書包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書包 那如果大家對我上的課啊 有興趣的話呢 我可以在拍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我有興趣的話 我會拍一個影片 來介紹我上的課喔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子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你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一個讚 還沒有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喔 另外Lisa也有Facebook粉絲團 我在裡面呢 會更新一些Lisa的生活小信息啊 或者是一些頻道的小信息 有興趣的話呢 去Facebook搜索娃娃TV幫我點一個讚 另外呢 這兩邊呢 是Lisa奇漢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點進去看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